一直以来,经典总是不乏翻拍。 倪邝先生的《魏斯里》系列小说可以说是翻拍的大热门。 魏斯里这个形象也几乎成为了中国科幻小说历史上最著名的曲弗角色。 从1985年许冠杰版《魏斯里》开始,许多明星都曾在影视剧中成为《魏斯里》。 在《魏斯里》蓝讯人中,刘德华为大家贡献了史上最帅的《魏斯里》形象,还有大家的童年回忆《少年王》。 多少人因为《魏斯里》而喜欢《少无其容》。 除此之外,周瑞芳、TVB、罗嘉良等也都曾经出演过《魏斯里》一角,足见《魏斯里》系列是多么的受人欢迎。 不过,《魏斯里》原书作为一本科幻小说,它的闹动太大了,甚至被人称之为想象的科学。 其中描述的许多灰红奇特的场景往往难以通过电视剧来展现, 这也使得翻拍成影视剧的《魏斯里》系列少了几分原著的奇幻众美之感。 最近,又有一部剧才自《魏斯里》系列小说的网剧上线了《冒险王魏斯里》。 共之离人、蓝许人、无名发三纪。 昨晚上线的是《之离人》。 《之离人》是魏斯里小说中比较早期的一个故事,内容相当的奇幻。 所谓之离,就是说一个人的头颅、手、脚等部分可以分离开来,且还可以反好无缺地离开身体四处活动。 平时,大家一听说肢解这种话就感觉毛骨悚然。 这种活人似之奔离的怪异景象,就问你们觉得恐怖不?离奇不? 这一点也是《之离人》翻拍难度极大的一个地方。 这种非正常生命形式的生物本身就不合常理。 加之之离人的背后,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古埃及和外星而明的奇幻故事。 那些男性读者们,每每看到这里都是心潮澎湃。 但由于这离人,无论是取景还是形象的展现,都是男上加男。 所以他们也就只能自己在脑海里想一想了。 说实话,敢选取《之离人》这个故事来拍的人,胆子真的有点大。 不过在听说是王金监制之后,忽然就觉得不奇怪了。 毕竟王金的脑洞一向大,什么都敢拍,作为自己的少年梦。 坚持王金也是很重视这部网剧。 他特意为这部剧集齐了个大戏骨。 任达华,林家洞等,还有随便怎么穿都摔的余文了。 大美女忽然等等。 阵容可以说是很吸引人了。 这部,昨晚小剑老早就守着爱奇艺等着他开播。 就是想来感受一下这部奇幻刺激的网剧。 第一集中,街道上出现了一个到处吃东西的外星怪物。 只不过食量是以超级市场为一个大妹的。 在怪兽横行人群恐慌之际,屋里上去的位子里,一个飞车飘移就出场了。 圆头大嘴的肉心把抱穿,外星怪物,一看就不好惹。 但卫斯里只需一根棍子就支住了她的嘴。 一块放了安棉药的巧克力,就制服了这个吃货。 小剑知道你们都会感叹她的机智。 而小剑只叹服于她的辽妹技术。 大怪兽不是重点好扑了。 高,手高手。 治疗妹手把小剑还是头回剑。 男同胞们,学着点。 不过小剑忽然发现有些不对劲了。 怎么连怪兽为私里都聊? 用这个这么大的汉堡又会怪兽。 表情还这么倾诉,居然欺负我们吃货。 呵,怪不得人家怪物骂她是混蛋。 不过人家对美女的态度,可完全不一样。 你忙自己看。 简直是居家必备好男人呀。 之前就有说日离人辗转埃及、日本、金普寨等地取景。 这不, 威斯利打完怪兽之后就去了埃及看展。 顿时唱剑就切换成了浓浓的抑郁风。 配上神秘奇特的BG人小剑,觉得自己又剩下一笔Gi的钱了。 这个美女舞蹈简直让人身上线速机收。 当然,展会不可能这么简单。 却一点预言地位私里已经输过了。 连作案手法都没猜错,还给不给法派一点面子了。 这个道具,一看就很精致。 画掉? 贵! 火不其然。 展会的保安中,有那些是图枪走藏着神奇秘秘的骨盒。 现场发生激烈枪斩,这个打造镜头确实相当给力了。 不只是拳拳到肉,简直嗨到飞起。 这种场景估计每个男生都曾经幻想过。 不好意思,冒险王为私里帮你们实现了。 而且不只是这里,这灵人中几乎每次打斗场面都是格外的激烈。 什么飞毛退回全期都是小case忍不住多放几张图让迷蒙感受歪歪一下。 尤其是飙车,爆破的大场面还非常多。 比如于文的各种开飞车。 小剑觉得他完全不拒,他可以考虑导着飞机开开。 这机车除了飘移几乎都在天上。 讲道理,这样的车技让小剑愿意坐在于文了,机车后坐哭都愿意。 还有沙漠里飞驰的吉普车, 凉起的黄沙居然有种自然纪录片的美感。 狂也有刺激。 好好的车说翻就翻。 王金监智你这拍的未免也太实诚了。 小剑有点怀疑特效人员要失业。 这分明都是实拍呀,一言不合就是爆破。 感觉气,浪已经冲出了屏幕。 据说这些场景都是实物拍摄的。 这不是爆破呀,这分明是烧钱啊。 却认过眼神,君祖是个有钱人。 还有这样子,任身后水花四起,火光卑贱。 我自卑然不动的反拍走秀, 这场真的是够够的了。 就是不知道两位能不能转个身让小剑看看。 小剑这句话其实不是碰瓷,真的。 只是看了他们幕后的拍摄才知道。 台前想摔成这样,真的太不容易了。 一出血泪式啊,刺激的打动啊,惊险的飞车飘移啊。 其实都是这样子一点一点慢慢拍的。 你忙看到的余文乐是这样子的。 但事实上拍摄时它是这样子的。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啊。 不说了,都是累。 男同胞们有没有心理平衡一点。 不过,除了这种燃刀爆的场景动作, 冒险王位斯里知之灵人,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取景了。 要是只截取片段,小剑会怀疑自己不是看科幻片, 而是在看纪录片了。 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吧。 每一帧都美到让人屏住呼吸, 每一帧都可以截图成为平保图片。 再感受一下静开图, 国家地理杂志的既视感。 同理, 当我们再次看看幕后拍摄的场景, 就会再次心疼冒险王位斯里的工作人员一波了。 又是一,又是假,又是非的, 简直是十八般武器统统用上了。 在感叹了这静美的取景和给力的动作之后, 小剑真心觉得,冒险王位斯里的特效人员恐怕哪有用武之地。 巴特,之后出现的支离人, 但小剑找到了特效经费的去处, 天都花在这儿了。 白家忽然出现了一只离奇的手, 直接竟想制白素的爸爸白老大于死地, 在魏斯里的强力奠基下, 这只手才松开。 他上窜下窍, 无论是柔软的发丝, 还是少女的裙摆, 还有少男的脸庞, 统统都被他轻易的玩弄。 在你上厕所的时候, 在你睡觉的时候, 出其不意的出现, 让人看得心里发毛, 还有这种一个人直接被支离的场景, 哇,有点刺激。 小剑说, 我是闭着眼睛截图的迷茫星吗? 甚至, 还有这种提头来剑的场景。 切了撸, 每次电视剧说, 群影人头, 都是搞了一个道具, 王金监制居然完真的, 破爬破爬, 居然还提着别人的头, 玩枪战, 过分了过分了, 这么劲爆的画面, 大家想想就知道不好拍, 最苦的, 除了特效师, 就是誓言之离人等时的灵甲洞了, 全身都是绿色还是青的, 关键是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得会演戏, 以前有人说整容发演戏, 以后, 大家评价林家洞可以说肢解是演戏了, 尤其是, 上面看到的提头场景, 以及大量的头在盒子里的戏份十分难拍, 打得把头放进不透气的透明和周拍几遍, 抬出来透一次气, 有的时候还得不停的晃动, 凝造出头在盒子里碰撞的效果, 熏腾物类影帝林家洞, 冲着这费劲犀利的实地取景, 高真拍摄, 小剑觉得冲着爱奇艺会员, 那是一点都不为过, 就尊贵的会员小剑的官具体验来看, 冒险王韦斯理智之离人, 真的是脑洞极大, 剧情复杂, 之离人, 外星人, 索引计划, 古墓探险, 神秘古河, 看不出立场的白老大, 个个都有够刺激和烧脑, 对援助的还原可以说是相当道理, 为了, 很多场景都给人生灵激进之感, 加上IP男女文乐, 还在剧中花生聊麦各种调戏, 连表内和外星怪兽都不放过, 其中某些技巧比如讲段子的能力, 确实可供男性朋友们学习, 小剑觉得, 一部剧换一个女朋友, 这个会员冲的简直太值了好吗? 所以, 大家注意了, 冒险王魏斯理智之离人, 4月9日起, 每周一至周二, 爱奇艺视频更免费横行两集, 爱奇艺VIP会员抢先看拳记, 哎, 已经看完拳记的小剑, 只好眼巴巴的等着蓝虚然和无名发播出了。